大家好,我叫李承睿,今年十一岁,来自美国,我在Kuyaya中文学校学了六年了,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,名字叫逗你玩。 我们说是生活上啊,要实时防火,夜夜防贼,说一个街坊,街坊一老大娘,搭几件衣服亮门口,还要进屋里做饭,干别的活,又怕丢,要孩子看着吧,孩子太小,五岁,你说傻吧,不傻,机灵吧,又不太机灵, 小虎,在门口挖一会儿,看着咱衣,咱晾着衣裳呢,又有人拿了,你喊我啊,知道娘们回屋里做饭去了,这时候小偷过来了,呦,晾好几件衣裳呢,几岁了,瞧一瞧不认识,五岁,你叫吗,小虎,认识我吗, 不认识,你不认识,那我告诉你,我姓豆,我叫豆女娃儿,知道吗,小虎,小虎,哎,叫我叫我,我姓豆,我叫豆女娃儿,叫我,豆女娃儿,爱好啊,叫我叫我,豆女娃儿,爱好啊,叫我叫我,豆女娃儿,爱好啊,太好了,过一会儿,小偷过去吧,衣裳拿过来, 妈妈,他安咱,衣裳了,谁呀,豆女娃儿,有一会儿,小偷过去把裤子拿过来,妈妈,他安咱,裤子了,谁呀,豆女娃儿,这孩子,老不老是, 一会儿,一会儿我揍你,过一会儿呢,老娘们出来了,哟,咱那,咱的衣裳呢,拿走了,谁拿走了, 妈妈,豆女娃儿,还豆女娃儿呢,谢谢